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朋友圈 助力你的投资决定 欢迎大家来到深入浅出互通有无的单元 这个单元我们会密切地与国策政策联系起来 找来一股专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对于后世的看法 今天在视频的另一端是我们的老朋友钱金敏 钱老师 下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最近我们都是比较关注成交量的问题了 截止到今天已经是连续36个交易日 有超过万亿的交易量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您会怎么来看待它 成交量对于未来市场的趋势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好的 大家很关心成交量 因为历史上在2015年曾经出现过最长的这个互生量是 日成交超过1万亿 大概有43个交易 是发生在2015年5月到7月 那么在那个时间段整个行情也是非常的火爆 上证指数在5000多点 是一波牛市的一个最活跃的阶段 所以这一次到今天为止 36个交易日 大家也很关注 也很期待 是不是能够再现像2015年这样的活跃的走势 那么我想从量能放大的这个情况来看 首先表明市场的活跃度比较高 你来我往 不越热乎 细细嚷嚷 那么当然一方面就是市场的这个存量资金 比较充沛 或者说整个资金池子比较大 所以就适合爆出比较大的成交量 而且是一个连续放量的过程 那第二个呢 确实最近整个市场的热点 这个切换很快 我们可以看到前一阶段呢 都是左邻右邻 这个锂电池板块 这个风能 这个光伏 包括半导体 非常活跃 那么到了最近呢 看到的是这个资源类 能源类 这些基础原材料类 上市公司 热点切换很快 而且呢 这个爆发力很强 很多基金经理本来按兵不懂 但是到最后也不得不 这个投诚 缴械 转移阵地 是吧 然后再来跟风 那么这样一来 由于这个短线热点的 这种切换频率很快 然后呢 表现的比较 爆离拉伸吧 这样来这个量能 就也能够释放 因为转移阵地比较频繁 那么当然我们为什么 关注这个量能呢 因为一方面还是反映了市场预期 市场有活跃度 市场有温度 说明短期市场还是比较活跃 第二个呢 还是一个结构性的 这样的你来我往的 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就意味着我们 投资在应对操作方面 也要适应当前市场的节奏 以短频快为主 如果说你做不了这事 那可能还是要边上去看 找自己的节奏 那么第三个呢 在技术上来讲呢 就是我们 技术上有个基本规律 叫天亮天假 换句话讲 大家看这个量能不能继续放大 如果说不能够继续放大 那有很有可能 一旦这个1万亿 连续超过1万亿 这个结束 然后慢慢成就量萎缩 也伴随着这个指数 可能也会冲高回落往下落 所以这就反映了 市场的这种未来的 这个指数运行的空间 这也是我们通过量能 可以来进行分析和判断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个1万亿的量能 估计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 转时来看 不管涨还是跌 整体指数表现 应该说还是比较强 比较有弹性 比较活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意味着 或者预示着下一个阶段 市场的活跃度 还是不错的 那么市场的这个指数的表现 应该说还是会保持一个 相对强势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钱老师实际上还想多问一句 那未来它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 就是大家开始对这种 万亿级别的一个焦头量 变得麻木了 后续来讲的话 是不是市场的一个关注焦点 可能就不会在这个焦头量方面了呢 我想现在来看市场 要天天为止 1万亿 这个可能性倒也不大 因为2015年也曾经有过 但是43个交易人以后就回下来了 后来最小的成交量大概只有五六千亿 那要打对折还不止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一波放量也不意味着 今后可能都会在1万亿元以上 成为一种常态 我倒也不这么认为 主要还是热点轮动的 这个大家公兵挖地雷 对吧 都在翻这个石板抓蟋蟀 真正季节过了 可能还是会回下去 第二个呢 我们还是要强调大家 就是天亮天假 如果说这个量不能够继续释放 这波行情最大成就了1.7万亿 如果不能继续释放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 够做一个短线头部 实际上我们从现在这个市场的结构上来看 个股或者板块的分化 已经比较明显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倒不认为1万亿量会成为一个常态 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比较活跃 或者比较兴奋的 比较亢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反应 明白 另外呢 近期市场的结构分化也是比较严重 我们看到盘中中正500和科创50 强弱差距是将近三个百分点 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那未来指数方向又应该如何来判断 好的 那我们看到今天科创50是下跌了百分之1.80 那么从中正50的情况来看呢 中正500是上涨了百分之1.00 两者呢 实际上是2.8个百分点 当然从指数上来讲 2.8个百分点实际上已经非常厉害 就像这个平均温度啊 如果高一度 那就是二尔尼诺了 所以这也反映了这个结构的这种分化 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差异 中正500在这段行情当中表现最强 我呢仔细看了一下 主要是在中正500当中 因为中正500是互生300之后的 第301位到第800位这个市值的公司 这里面呢 钢铁煤炭水一等这个资源类的各 这个占比非常高 那这个市值权重有25%左右 然后呢还有信息 科技占比也非常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正好和今年整个市场追求成长 追求涨价因素 它的这个体现的非常充分 因此它在表现当中 这个中正500表现当中 比上阵500要强的太多了 比护生300也要强 那么科创50呢是前一阶段 因为长得比较好 比方说医药啊 比方说像这个半导体芯片啊 中芯国际啊等等 但是最近呢出现一个冲高回落 主要还是估值过高 那么然后呢 有一个获利回吐 涨幅比较大 获利回吐以后呢 出现一个调整 那么我想这还是反映了市场的一种结构的转换 从展望未来的话 这个上阵50 这个科创50 仍有可能继续 这个获利回吐的持续的震荡 关键就是未来要缩量 缩量以后才能够气温 而中正500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继续保持一个强势 成为引领市场的这个潮流 那么我想投资者 你如果说各个方面选择有困难的话 可以买一些指数基金啊 或者买一些指数ETF啊 相对来说会跟上市场的节奏和这个趋势 确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 我们看到啊 继前两天呢 煤炭钢铁有色大涨之后 今天电力 煤炭 化肥等再度领涨 如何来看待周期股资源股的上涨 是否现阶段还能参与呢 首先我觉得在以前的 我们的这个栏目当中 我也介绍过这个周期股和资源股 这个主要是这个叫五朵进化 钢铁 煤炭 水泥 化工有色 那么这其中呢就水泥稍微弱一点 其他的都很强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涨价的预期 大家觉得未来不管是经济也好 基本面也好 资源也好 包括内地的PPI 现在连续两个月保持 9%这是十几年来最高的 海外也这样 大宗原油等等保持强势 大家对于后疫情期 经济的复苏有正面期待 所以不仅是内地 包括海外大宗 有相互这个价格的影射 相互的这个支持 在这种情况 包括前两天几内亚政变 大家说铝可能会涨价 所以广当一把铝就涨得很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觉得大宗上涨 应该是在未来一个阶段 仍然值得期待的 但是呢因为累计涨幅已经很大了 未来还是不是会有 这么大的上升空间 是不确定 或者说我本人比较保守 还有呢就是从股价表现来看 煤炭也好 钢铁也好 最近的上涨啊 都是汉地一把冲 非常的暴力 非常的阶段 有点像前一阶段 炒锂电池这批很凶猛的买家 一旦资金融入就纳升 因为对于这种重资产的行业 基础原材料资源类的行业 它应该是走比较缓慢的上升坡道 像推土机一样的 慢慢往上走持续时间比较长 但是这一波的行情就很凶悍 相对来说它的持续时间会比较短 而且呢快速纳升以后 获利盘很大 然后它的这个流通势值又很大 因此未来呈现 欢呼震荡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因为作为投资者来说 我本人在这个时点 已经不大建议大家再去追涨 明白啊 那另外呢 我们会之前在节目当中 也跟钱老师探讨过 实际上现在在A股当中呢 大家都是在选题材选赛道 现在会发现啊 这个题材概念是层出不穷的 看到工业母鸡在前期呢 拉升之后开始走弱 而今天的题材概念呢 跌幅第一 看到呢在这个元宇宙概念当中呢 又红空出市了 大涨超过12% 您认为呢实际上现阶段 大家到底是炒概念 还是真的是在挖干货 在这其中找到一些潜力股 那大家适合做一个短线的部署呢 还是中长线的持有呢 我个人认为现在这个造题材比较多 这个造概念啊 这个工业母鸡是吧 一开始大家了解不了 想半天实际上就机床 就是漱空机床啊 高精度的机床啊 精密机床啊等等 如果再要延伸 就造机床的机床 大不了这个概念 实际上还是机床 对吧 那么现在就工业母鸡 这个题材概念换然一新 我们看到上周工业母鸡长得很好 不过呢 也实际上就讲 确实是 本身机床的估计部位很高 然后一把拉起来以后呢 站不住吧 那么这两天就震荡回调 今天呢跌幅是2.54% 各个题材当中跌幅第一的 当然这个江山代有财人出啊 各领风烧两三年 各领风烧两三天了 那元宇宙概念横空出世了 元宇宙想半天啊 因为我这个年纪好像对 这种以玩游戏啊 增强现实啊 是不大挨得很近了 想半天 他们跟我讲元宇宙 跟现实是平行世界的 然后通过这个智能 云计算啊 这个加强人工智能啊 然后能够有一个深入的结合 讲到底就是玩游戏 可能这个体验感会更好 然后有一种带入的这种感觉 这个题材概念到现在为止 大概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那上周三刚刚开始 上周四刚刚开始 但是表现很活跃 1000点起步 那我四个交易日 五个交易日已经1300点 那么从里面的样本的情况来看 现在一共就14个样本 而且估值真的是很高 我这个14个样本 按照适应率排序的话 它的中位数适应率应该是在80倍 79倍左右 然后有些公司可能文化传媒啊 软件服务啊 也未必是介入很深 所谓的这个元宇宙概念啊 更多的有主业 然后呢蹭一点热点 做一点锦上添花 我觉得这个板块 这个概念对市场来说 还是很新 所以大家是炒新 但是真正整这个新鲜感过了以后 然后沉淀下来看 它里面到底有多少干货 目前来看很明确 它就是个炒概念题材估计 也就是一两周的短线的 这样的一个发挥的 消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钱老师 您会怎么来看待旧的题材 被换一个名字 重新去炒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好像最近刚刚听您聊完了之后 现在在这个A股市场当中的 这种概念都是把以前的一些 炒过的一些题材 拿出来重新炒 换一个好像大家听起来 一时之间 有点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名字 然后就让市场会非常的好奇 那未来的话 会不会也会有越来越多 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呢 我觉得难免的 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机构 他要寻找机会 因为炒回锅肉的概念 大家没有新鲜感 然后编辑相应会抵减 然后反复炒了以后 大家就会去看他的基本面固执 那么新的概念呢 往往很有新意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也看到什么边缘计算 什么折叠平 这个那个 然后大家开玩笑说 我来炒股的 感觉像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一样 这个姓名词非常多 但是过完了以后 还有多少人记得 一年以前的那些概念呢 关键就是说 第一有没有这种概念 有没有产业化 规模化 商业化的这种效应和机会 第二个就是 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来讲 它有多重要 占据什么地位 比方说原来讲双减 碳排放什么的 也有比较朦胧 青山绿水 最早是说青山绿水 然后说到碳排放 碳中和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觉得这个在战略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从虚的变成实的 从产业的引导变成产业的抓手 产业的抓手落实到产业的产品上面来 所以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所以我想 现在题材概念多 还是短线机构 希望能够抓热点 挖热点 然后能够找机会 但是最终的关键 能不能真正成为 这个有商业化推广前景 可能还是需要 有这个市场来进一步的建议 明白 那这一节也是非常感谢 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